香港经核酸检测阳性个案 经核酸检测阳性个案 共有290宗 284宗阳性个案 经平台成功申报和核实了 昨天香港共有574宗阳性个案 累计到目前为止 香港在第五波疫情中 共录得118.8277宗阳性个案 扩诊个案中有11宗输入性个案 还有299间学校已复课 当中有一位学生阳性个案 香港在第五波疫情中 共录得9,014宗死亡个案 较昨天增加了15宗 到目前为止的病死率是0.76% 每一天的个案的数字是很回慢 有一个下降的趋势 这个我们都是很乐意见到的 证明疫情是进入一个比较稳定的阶段 现时500多宗个案 其实都是一个相对比较高的数字 所以市民都要谨慎 我们都会留意密切注视未来的走势 因为在今个星期都发生了几件事 第一就是学校服务 第二就是昨天开始恢复一些 或者放宽了一些社交距离措施 这是有忧虑的 因为市民现在有些场所开放 以及食市营业的时间也长了 这是需要一段时间 但可能至少要一两个星期观察这些措施放宽了之后 会不会对疫情造成一个影响 我们如期可能都有机会 个案数字是稍微会上升的 如果疫情是保持一个稳定的状态 是没有反弹或者是有一个下降的趋势的时候 政府都认为审视了各方面的原因 可以分阶段放宽社交距离措施 但当然进入下一个阶段的时候 都要看回当时香港的疫情走势是怎样 政府也有预备的 如果出现反弹的时候 或者出现大规模上升的时候 我们也有预案 有一个措施是可以控制得到的 我们 хочешь是织造成一月的 优优独播剧场交这个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